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郡主也听说了 陛下尚未大婚 是的 郡主 陛下刚刚登基不久 还没有时间临选良女 充实后宫 陛下的寝宫在哪儿 看看自己逞英雄的后果 当时那么多护卫 还有郑吾的随总 偏偏就你跳出去救人 情势危急 臣无暇多效 程若一拟 字幕提來栏目 声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然热狒 爬到姓儿 不见了 带来 及时 叶子 感谢 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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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弥煞郡主 吵着叫着要见你 陛下 您何被刺 朕无的郡主 又突然提前进京 恐怕 来以非善呢 传侄 白燕紫辰殿 朕要好好打喜 朕无的勇士们 送姑姑归国 爹爹生气 可是因为弥煞的失礼 他要咱oug 高兴 雷主 好 真是 杀 赢 刀 就好 wiąz 讓塔 爹爹 现已知 幕后有第三人在同我们博弈 那他此时此刻 推弥沙出来 必有缘由 爹爹细想 郑武 郑氏后人 玉珍坊 宁河 这每一步 都在挑拨爹爹 跟陛下之间的关系 而弥沙郡主 更是眼中只有陛下 完全无视爹爹 若说不是故意 女儿不信 你怀疑第三人是光王 纵不是他 也与他脱不了干系 看来你很重视光王啊 你可知道 光王和陛下 为何至今独身 爹爹不许 光王自恕我不许 光王自恕我不许 齐燕是他不要 陛下集贯使太皇太后 给他许了亲 是李德云家的女儿 本宫 怎么会让那老匹夫的女儿 嫁给陛下呢 就使了点手段 让他左前淮南去了 这门亲事自然就作罢了 后来再有人选 都是他不要 齐燕 心系李德云之女 她是在等 等一个可以为她助力的妻子 李德云的女儿 她是 弥沙郡主 是不是 你 是不是 他 哈哈哈 我 我 咱稍 咱 咱 咱 陛下 弥沙久仰和安盛景 长明宫的繁华更是令我叹腐 不知能否在此多徘徊几日 姑姑的性命都是郡主所救 别说几日了 几年都行 谢谢陛下 听闻陛下剑法如神 弥沙也钟爱此道 不知能否和陛下切磋疑啊 陛下有伤在神 需要静仰 要不然就由臣来代劳吧 为何是你 他是朕的执剑人 亦是朕的弟子 好 那我就好好和你这个执剑人 比试比试剑法 不过 他若是输给了我 还请陛下伤好后 不吝赐教 给朕赢 是 是 好好比 别给朕丢脸了 是 陛下 我按你的吩咐搜查了青州驿站 在弥沙诸葛的房间里 找到了这个 马如酒 果然瞒不顾你 这皮囊里确实装固了马如酒 产地陆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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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郡主赐剑 您和郡主的伤有问题 对吗 剑伤无毒 伤口又不深 却迟迟不能醒来 是麻乳酒的味道 酒 难道是醉酒 伤口经过清洗 味道和痕迹都很淡 可为什么要进宫呢 进了宫就不方便继续灌酒了 不用再灌酒 也无法醒来 什么意思 饮酒过量 失血过多 导致中风才迟迟不醒 一帮用意 既说休养几日便会好 你当真不是幕后第三人 在你心里 我就是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的小人吗 陛下 这弥沙郡主已经射出了七剑 而小鱼儿一剑未放 你不回击 是看不起我吗 不敢 不敢 郡主剑如流星 我多闪还来不及呢 哪有什么余力能出手呢 小鞭 我就不相信逼不出你的剑 郑无得五百名藩臣 刘弥沙虽是郡主 但发号施令的多为孙烈 孙烈这些时日 一直在恒安城的驿站里 而且从未外出 那藩臣们这些天 又是听谁的呢 我命人请了两位藩臣 回来审问 他们供词虽不一致 但有一点却很统一 他们有一位军师 军师 把 말씀起码就起码了 刘弥沙 进步的确挺大的 不过这个迷山 没什么回来 来 弥沙郡主 这剑法果然不错 不知 识从何人 陛下过誉了 我们草原上的剑法 向来是很厉害的 也对 程若渝 还不多谢郡主 手下留情吗 多谢郡主 郡主 郡主 失礼了 陛下 请容我们先行告退 郡主留步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一不小心用了军师的三阳开塌 被陛下发现了 我知道错了 那个程若渝只是一个小侍卫 如果你连一个小侍卫都容忍不了 将来如何成为大清的皇后 我的事轮不着你管 小人不敢 今日之事 郡主还是好好想想 如何告知军师吧 孙莉 你 都怪这个程若渝 多谢陛下 出手相救 三阳开探 什么意思啊 不要 麦莎最后设你的那三只箭 叫做三阳开探 这还有名字呢 陛下怎么知道的 朕现在去找麦莎 你别去 为什么 我是执剑人 我要去保护您的安全 正让你别去就别去 我 别动 我不动 不让去就不让去嘛 干吗那么实声秘密呢 要去 鱼儿 楚国公派人来了 陛下出去了 不找陛下 找你呢 小家花 我 大人 程若瑜带到 臣参见楚国公大人 不知大人找臣何事 看来最近 你功夫精进了不少 程熙教你真本事了 而不是那些 花拳绣统的功夫 臣愚钝 不知大人这是何意 看来你的确是个好苗子 难怪燕之一次又一次地 对你网开一面 不过 弥沙师从高人 功夫自然比你好 下次有机会再动手的话 可不能像今日这么大意了 你先回去吧 燕之 你们 送送他 是 这是长官 你 他 这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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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看过我的武功了 如何 比起你那个 执剑人 他现在是不如你 但是将来 你也必不如他 是吗 可惜他是一个人 而我背后 陛下 朕无有精兵八稳 堪比神才军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军队临近翠里 也一党百 绝非是你们纹固 腐坏的神才军可比的 你在威胁着 我是在乡陛下展示 我的嫁妆 嫁妆 那是你的意思 还是军师的意思 是我的 也是军师的 大兴的中央兵力 如今为燕奴所控 朝臣懦弱 又多为墙头之草 翻阵割据 又各自为尊 如此没有外患 陛下 你那皇兄 文宗皇帝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皇后 朝露之变 才惨败告征的 只要陛下肯娶我 朕无兵力 任君调遣 不要脸 陛下怎么可能会答应 好啊 朕答应你 你答应了 不过 在行驶之前 朕要见一见军师 好 好 那你先回去休息吧 陛下 告辞 出来 陛下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本以为只有胭脂会美人际 没想到陛下还会美男际 你偷听闭脚 还敢指责朕 我 我是陛下的直见人 本来就应该如影随形的嘛 陛下 陛下 您 真的 要娶弥沙郡主啊 那您牺牲还挺大的 这是什么呀 这个 这是仇子良给我的 他把我叫去了一趟 他还试了一下我的武功 说弥沙郡主的武功比我高 让我小心一点 没了 我也正纳闷呢 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走吧 去哪儿啊 去找宁河姑姑 去找宁河姑姑 你们下去吧 你还可以吗 你还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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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有什么东西 你还想到我 你还想到我 我还想到我 我还想到我 如果没有射你那一箭该有多好 女儿无缘于无 令爹爹失望了 程若瑜 资质过人 你想把他收入麾下 自然是一步好奇 但我未能完全将他臣服 不过是在齐燕身边 多一个耳目罢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耳目 深得陛下欢心 你不害怕吗 爹爹今日传召程若瑜一事 女儿并不理解 请爹爹明示 程若瑜若只是武功不错 你把他放在陛下身边 自然是一步好奇 可是他还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你把他放在血气方刚的陛下身边 那就是隐患 女儿不觉得 他会成为我日后丰厚的障碍 是吗 三个月前我初见他时 本宫也没有想到 他的功夫会进步得如此之快 其实 其实我想说的是 要灭掉一个强大的敌人 很简单 在他们没有变强大之前 你把他杀了 明白吗 是 女儿明白了 明白就好 先回去吧 给我盯紧了颜值 陛下 王叔 姑姑如何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也好看 这花呢 是求此粮送给你的 你这里有何用意 不知道 此花乃是国花 一指皇后 我 没想到那求子粮眼光还挺好的 我是开玩笑的 我的意思是说 他还生性多疑 求子粮实在向你是好 如果你想当皇后的话 他可以帮你 你 没有 那同时呢 他也在警告着这 皇后的人选 当有他定 程鲁瑜你给我听好了 你是紫衣局的执剑人 这和你绝无可能 也不可能会有儿女私情 臣谨记 下去 是 过来 末博 怎么啦 鱼儿 好侄女 现在已经到了紧要的关头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你你听我说 我派人盯着镇屋那帮人哪 得到了一个天大的消息 那个叫什么 他 啊 梅莎郡主那个 也想一些嫁给陛下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不着急 着急 着什么急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哪个 这个 你俩戏太好了 出来 陛下 你来做什么样子 掌齐人本想让我问陛下一句话 但现在答案已经有了 是吗 大人觉得陛下喜欢程若芸 可他老人家 对你皇后的人选另有安安 掌齐人派我来求证 而陛下 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朕不喜欢程若芸 也从来没有想过让他当皇后 陛下是个聪明人 那臣 就先回去复命了 那楚国公 心目中的人选又是谁啊 他心目中的人选是谁 陛下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很好怕 帮忙 吉兰 比我 помні 悉�� 有理想空 三屹 五尺 你说心目中 还 High School 导演 说 陛下 查到什么了 请陛下过目 寒天 是她 程如雨 陛下 你还真是有偷听的习惯啊 不是 我以为是刺客所以就跟来了 陛下息怒 臣知罪 那你都听到了什么 陛下 臣怀疑她是程曦安排过来的细作 陛下 臣绝不是什么细作 陛下 她三番两次地跟踪我 又假借保护这名座鬼祟之日 知心叵测 不可轻信的 你 陛下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陛下 我来的 陛下 你爹 我去 陛下 你要帮我 帮我去 陛下 陛下 记忆证实 这一切都是那个人所为 那那个人呢 他并没有跟着 郑武的藩尘队伍一起进京 我正在派人四处打领他的下落 有快 朕不耐烦继续跟刘弥莎做戏 恐怕陛下 还得再敷衍几天才行 敌不动 我不动 囚子梁那边也在关注 这郑武的一举一动 眼下要是我们能趁着这个机会 将玉珍坊真的融归此一举 那此一举可就真的起来了 其实臣觉得 陛下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陈姑娘 这样也许更好 不必让她对你如此的误会 今日求此良 用一朵牡丹花来试探朕 他是在提醒朕 究竟是想让程若瑜当执剑人呢 还是做未来的皇后 在此之前 朕完全没有想过这一点 那 那现在呢 现在朕不断地告诫自己 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 看来 这个程若瑜 真的不仅仅只是指剑人呢 还说我是你的剑 你的最后一条命 哪有人会怀疑自己的剑呢 你现在赌上一切 赌上所有 踩着无数人的尸体 才能站到这棋盘旁 得到这唯一一次的对异机会 你的心 只要有一丝的软弱 血奈 动摇 你都会输 比赌至小对异机会 cere